现在开始只要您经过东岸商场一楼廊道 就有机会可以听到悠扬的钢琴音乐声 这是为了让大家可以随时弹奏钢琴亭音乐 在地激动人刘先生自发信 发起激动有琴 渔岗有琴 文化提升运动 主动捐赠一台钢琴放置在东岸商场一楼廊道 提供任何的免费弹琴 见证海港文艺气息 在激动市议员宋伟丽出面跟激动市政府 以及东岸商场经营业者协调下 议员刘先生打造激动成为艺术文化城的梦想 我们的发想是由在地人自发性的 移动这样的一个情绪 能够无限开放自我 上屋次或者是预客后 认为了不管你会不会探紧 人家有兴趣 都可以来做什么钢琴 无梦的钢琴 来去了解兴趣的状况 这是认识的发想 这个作品非常地好 而且愿意奉献 奉献给五千五四市市民来使用 而且是免费的哦 只要爱好这个钢琴的话 大家都可以来试着去捕捕它 去接触它 让我们打造一个有文化 省庭的城市 其实啊 东岸就是基隆就是有那种的动作 一带钢琴买在这里 会让整个房子变得非常多重的影响 宋伟丽也非常感谢市政府和东岸商场的协助 也表示真的很佩服刘丰盛先生的想法 不但提供钢琴也提供保险 更将定期请专人来调琴 让爱弹琴的任何人经过这里 都可以来分享自己的情意和情运 记者吴俊松 吉隆报导